吴敏张元系云南省林业厅改革与产业处调演员 2006年至2014年间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任职 这期间曾担任曹建方秘书 判决书称 吴敏张利用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任职 联系金融及烟草等工作的职务便利 通过自己职务上的行为 或者利用自己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共积人民币111万元 判决书共披露了吴敏张四起受贿事实 第一起的行贿人 仁泽地产公司董事长陈某 是吴敏张的发小 2006年至2014年期间 吴敏张利用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联系金融工作的便利 协调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党委书记蒋赵岗 为人和地产公司申请贷款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陈某所送现金人民币 共计现金人民币33万元 另外 陈某为吴敏张及其亲属的房子 提供装修费40万元 我和陈某从小就认识 2005年在省财政厅开始联系 吴敏张贡述 我主要是帮陈某一协调过一些事 期间他供送了我33万元 陈某送钱给我 是因为我一直在省财政厅 省办公厅担任领导职务 并协助省领导联系金融工作 吴敏张贡述 2016年初 我听说陈某被检察机关带走了 我打电话给帮我装修房子的夏某 系陈某安排 他告诉我装了48万 陈某已帮我付过了 我觉得不值这个价 第二天 我给了夏某19万装修款 并让夏某写了收条 时间落成2013年 之所以填着个假时间想规避调查 蒋照港证实 吴敏张是曹建芳的秘书 曹建芳分管金融工作 也分管我们农信社 陈某是我通过曹建芳认识的 吴敏张通过我帮助陈某的公司 从农信社贷款 2012年下半年 吴敏张约我到翠府吃饭 过程中 吴敏张说 陈某是他好朋友 开发西南海项目 目前向农信社申请贷款 希望我从中协调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5月 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校长蒋照港 北云南省纪委监委A级通缉仪事 曾引起广泛关注 上述提到的 涉吴敏张案的蒋照港 即为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校长蒋照港 第二期为2010年至2012年期间 吴敏张利用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密书九处 联系烟草工作的便利 为云南领东公司 中标云南烟业副考集团有限公司 包装箱项目提供帮助 非法收售云南领东公司总经理刘宝 填索送现金人民币15万元 第三期发生于2012年 吴敏张利用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密书九处联系金融工作的便利 为云福投资公司向云南农村信用社贷款的过程中提供帮助 非法收售云南人嫌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15万元 徐某证实 我做新人员项目还差这些钱 需要向信用社贷款2亿元 但款一直没有贷下来 我找吴敏张帮忙协调 一个月左右贷款就办下来了 2012年 吴敏张想再贷新人员买房子 我按照公司内部价2700元卖给吴敏张 房价35万元 交款当天 吴敏张说 他手头上还差15万元 想叫我们公司店着 我说公司不好变 吴敏张说 想想办法 我让我们公司项目经理姚某拿15万元给吴敏张 这笔钱吴敏张一直没有还给姚某 徐某跟我介绍说 吴敏张是生理领导曹建方的秘书 姚某证实 吴敏张和徐某说 他买新人员的房子钱不够 能不能先差着 徐某说 能不能先借15万给他 我共凑了15万元现金 吴敏张拿着钱后就走了 我和吴敏张基本不认识 之后 吴敏张没有还过我钱 我也没有找他要过 第四起发生于2013年 据判决书 吴敏张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住建厅使任厅长罗英光职务上的行为 为安排陈某转业到云南省住建厅的过程中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现金人民币8万元 判决书显示 一诊法院认定 吴敏张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判决书显示